2024年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计划开跑啦 欢迎各校踊跃申办 共同提升海童英语能力 促进国际青年交流 一起让台湾学童及海外青年有个难忘的暑假吧 当英文不再只是课本上声音的单字 而是建立孩子美好回忆的桥梁 孩子更能勇敢开口说英文 爱上英语 英语服务营开启学童认识世界的序幕 乔务委员会自2006年起 陆续结合教育部国教署 客家委员会及原住民族委员会跨部会资源 于暑假期间合作办理英语服务营 招募海外青年志工至全台各中小学进行英语教学 增加台湾学童运用英语的机会 即将英语教育及国际交流推入偏乡 透过一个暑假 两个礼拜的课程 让台湾的小朋友有机会打开他们的视野 认识全世界不同国家的朋友 开启他们会想要进一步去学习 运用英语的机会 为期两周的英语课程 以互动式及沉浸式的教学方式 让台湾学童自然而然地开口说英语 截至目前已经累计超过6000名海外之工来台服务 超过4万6000名国内学童受益 学校参与次数逾900次 我们是一所偏乡学校 我们新开的孩子常常会跟别人说 我没有出过国 但是我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好朋友 这些就是我们的海外之工们 在暑假的期间 享受这样子充满了这个生活化 沉浸式的一个学习环境氛围 那么也提升了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一个兴趣 英语服务营不仅提升学童英语能力与兴趣 也让学童体验异国文化 起初我有一点热烈 因为我没有知道什么要告诉他们 但是猜猜 这就变成了一个最好的时候 海青哥的姐姐 跟我们介绍世界各国的青城 还带我们制作来自墨西哥的皮纳塔生日传战 真的好好玩哦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海洋生物的特程 因为让我知道我最喜欢的是海洋生物的英文 他们上课用非常生动的方式 来呈现课程的内容 而且全程都用英语的方式 试着让我们理解大句话的意思 这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英文能力 学习英语在台湾 has been a really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I fi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as the more we get to talk to the students and teach them英语 we're able to better approximate like where the English level is 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 广惑海外青年之功 及国内各界热烈支持 藉由政府、学校及民间合作 共同提升国内学童英语学习环境 及教学资源 打开孩子们的国际视野 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这是台湾新世界梦 台湾走向国际 国际走向台湾 我们政府部门更应该要全力来帮忙 2024年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 预计招募800名海外职工 至国内120所中小学服务 将于7月6日至8月2日办理 欢迎各校踊跃申请办理